那再來在電視音效的部分 這邊就必須要好好讚賞一下TCL了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麥斯音響的YouTube Channel 那這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有非常高CP值的新國民電視品牌的代表 就是來自於大陸TCL的C75 QLED 4K量子點電視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對於TCL這個品牌會有點陌生 但如果您是常關注一些股市財經新聞的 尤其是在面板產業這個討論的時候 您會聽到比較熟悉的名字它叫做華星光電 那TCL華星光電呢 它一部分就像台灣的這個群創 就像台灣的友達一樣 它就是做這個電視面板的代工 但是呢另一方面 它同時可以從最源頭的電視整個的設計 到後面的這個組裝 它都可以一條龍的完成 所以呢有的品牌商它會乾脆呢 請TCL來做電視 就做成成品之後再貼上 他們自己品牌商的LOGO 那像我們常看到的Sony電視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Sony就是也是一個人他把電視就是完成這樣 但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Sony他們在做電視的時候 可能裡面電視裡面一些關鍵的晶片 然後電視整體的設計 它會是Sony他們的工程師來操刀 但是假如說他們要用到面板的時候 他們就會請一些假如說大陸的 京東方、LG、三星或TCL這些面板的供應商 然後呢最後呢 把他們的晶片 然後這些供應商的面板 送到組裝廠 做最後一步的組裝 然後最後做出貨 那生產電視面板這回事 它其實是非常的騷錢 就是你看面板廠競爭其實很激烈 然後你投入了很多錢蓋新的廠房 其實最後說不定沒賺錢 然後還賠了一大堆錢 所以像之前大家可能比較有印象 或非常有名的 就是像Sharp Sharp他們這個時代廠 他們之前就說不玩了嘛 就賣給鴻海 那面板產業呢 剩下的這些競爭者們 他們為了要存活 所以幾乎都現在已經都是 動用整個國家的資源在幫忙 像是大陸跟韓國 他們就是幾乎是動用了 請全國之力 在讓這個面板產業可以繼續有競爭力 那TCL呢 它在全球整個面板的出貨量 它幾乎算是第二名 有達到15%以上的出貨量 那在全球市場 就是這麼多的面板廠裡面 能同時做到這個電視設計 然後面板生產 然後最後組裝的 其實也就只剩下 大概剩下LG、三星 也要還有TCL 那回到正題 就是TCL這款C725的QLED電視 它跟一般電視有什麼不一樣呢 一般電視你可以想像就是有 就是背光燈泡 然後液晶層 RGB綠光片 這三個結構所組成 那背光燈泡還會發出光線 那液晶層呢 它會控制光線通過的量大與少 然後最後呢 這些光線照射到RGB 這個RGB綠光片上面 然後最後組成我們所看到的彩色的色彩 那QLED它電視這個Q字 其實就有所謂的量子點材料 叫做QuentinDot 那QuentinDot量子點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哇這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固態或是硬體的材料 但其實它在電視應用的時候 它其實都是以液態的材料為主 那它大部分會應用在這個RGB綠光層的結構上面 然後光在照射這個量子點材料之後 會發出各種不同顏色的光 那經由這個QLED 這個新的QuentinDot量子點材料之後 我們可以讓電視的整個色域更寬廣 然後色的純度也更好 那當然就是用上QLED的C75 它的畫面到底真正看起來怎麼樣 我們待會拿Sony今年2022年的X80K 來做一個錄影的對比 然後亮度的規格方面 官網資料顯示C75它就是330尼特 然後在HDR的影像規格支援方面 它支援了HDR10 Plus 然後它支援了WVision 然後有趣的是就是TCL 它在播放這些HDR規格的時候 它在電視的左上角 你都會看到它假如說它播了HLG 它播了WVision 它播了HDR10 它都會顯示出來 然後在同樣是明亮模式下 就是我們有發現 X80K與C75做比較的時候 X80K的電視要再調低三檔 那C75的亮度 才能跟這個X80K它一樣 那另外在明亮模式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C75它本身 顏色會有點偏綠啦 所以建議說就是如果您想要購買C75的朋友 您的客廳或者是您的觀看空間 在採光上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遮擋光線 窗簾那些弄一下 其實它的畫面還是非常好看 然後C75它雖然是入門電視 但是它一樣採用的是這種直下式的背光 然後同時它還有區域控光 只是說它不像一般的區域控光 可能都叫做Local Dimming TCL把這個區域控光的技術 它叫做Micro Dimming 那其實本質上 就像三星LG有時候 它們也會有自己的名詞 但是本質上是一樣的意思 那再來是C75它的外觀的設計 它的整個機身厚度差不多8公分 那外型其實就是比較中規中矩 我覺得其實就跟Sony家的外型風格 是比較相似的 那HDMI孔的部分 C75它有一個HDMI 2.1的接孔 支援EARC的功能 它搭配另外兩個HDMI 1.4B的接孔 所以其實最理想的使用方式就是 您今天有一款支援Atmos的Soundbar 然後您把它接到C75的EARC接孔 但如果今天您是 假如說您有遊戲機有PS5 同時又有Soundbar的使用者 那您可能就是要做個取捨 因為當您第一點是 當您PS5如果接上了HDMI 2.1的接孔 那您剩下的Soundbar就沒辦法接了 那第二個在於說 TCL C725它本身只支援到60Hz的畫面 所以當您有PS5或XBOX這種 它們有120Hz的遊戲的時候 就沒辦法發揮上用場 所以建議 如果您想要玩高幀數的遊戲 您還是要直上這個TCL高一階的TCL C728系列 那TCL的它本身是Google TV系統 當然我覺得跟Sony、三星、LG 這些一線廠牌比起來 它們的流暢度 您還是會感受到差異的 但是在基本上遙控器的操作體驗 還有一些聲控的操作來講 我覺得也還算OK 那再來在電視音效的部分 這邊就必須要好好讚賞一下TCL了 因為TCL呢 它們與日本的音響大廠 我們可以有合作 那在C725這個上面 它有做到60W的音量輸出 那對比Sony它入門的X80K呢 X80K就只有20W的輸出 然後我們實際試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一樓 麥斯音響一樓的 大概2、30屏的開放空間 基本上55吋的C725啊 我在看YouTube的時候 我把音量開到55這個值 它就已經超級大聲的了 對比到Sony、X80K啊 我要開到甚至我要開到55 這個音量才是差不多對等 而且當您在看電影的時候 這個C725它的聲音 人聲你會覺得更加的凝聚 就好像人在面前 比較像在面前跟您講話的感覺 然後同時它的低音 也比X80K來講好的蠻多的 封開! 現在,我凌乎前任何人 我凌乎前任何人 在這個世界 封開! 現在,我凌乎前任何人 我凌乎前任何人 在這個世界 但當然就是如果今天你把C725的電視揚聲器 跟一個一萬多塊錢的入門Soundbar相比 當然C725它的聲音 它的低音還是無法跟那種有獨立重低音的Soundbar去做比較 但是我覺得說 就是如果您是預算比較有受限的朋友 您可以初期先用這個TCL電視 C725它的電視揚聲器先做頂替 等到比較有預算 假如說你用三四萬塊的預算的時候 再買這種中高階的Soundbar來去做連接 那接著我們來提一下就是 使用這件事我們有發現一些小缺點 就是除了Google TV我們剛剛講的流暢度 是絕對可以再改進之外 就我會發現說像我在距離三米左右去看 這個無數寸的C725電視 那當我就是從中心點往左右 大概走個兩三步 那我會發現說其實在黃色以及紅色的飽滿度上面 它會有下降 所以這常常就是我們在講說 像高階電視啊 Sony或三星LG 他們會強調這種可視角度 就是在講說 就是高階的電視 不管你左右 就是你從各個角度看 你電視的色彩 其實它基本上會比較保持一致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您是整家人 就是全家在電視前面看電影 或是看影片 那坐在沙發旁邊的 可能它的看到顏色就差了一點 但最後我們做個總結 就是 C725它有著很優秀的 我覺得它有著很優秀的音響表現 然後它同時有Google TV 那可以使用Netflix 可以使用Disney Plus 然後畫面亮度以及系統的流暢度 雖然它不僅就是Sony這種 X80K入門級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你室內的採光啊 你稍微做一下 其實這個畫面最後 我覺得看起來還是非常漂亮 那我覺得TCL整體的 它的整個電視的設計 它的銷售族群呢 它是想要面對這種就是 您想要有很大的畫面 然後聲音呢也要有 稍微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你預算上 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消費者 那我們在銷售上 常常會遇到客人說 就是它在買電視的時候 它會想要連Samba一起購買 但是其實 有品牌或是好一點的Samba 他們常常以往動輒就是 一兩萬起跳 但是一兩萬就是這個預算啊 如果你把它再加回到電視上面 尤其是TCL 常常你就可以從55吋 你就跳到65吋 甚至跳到75吋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價格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小編 把TCL它這個C725 這個系列的價格就秀在螢幕上面 那最後就是 我們當然有一個粉絲專屬的活動 就是如果今天 您把訂閱我們頻道的這個畫面 然後分享按讚都截圖 然後傳送到我們的臉書 或是我們的官方LINE 然後我們的小編就會給您一個 粉絲專屬的這個超級優惠價 同時在購買成功之後 我們還會送您一條就是 價值3000多元的光纖HDMI連接線 那接著呢 其實TCL他們在2022年度 他們也會發布新的這個QLED電視 那我們麥斯影響 當然也會幫大家帶 第一手的最新的這個評測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呢 也是請大家多多的按讚訂閱支持跟分享 那這次的節目呢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